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833集 老大 我们真的要送他走 曹六滴眉扫眼地询问柯一熊的意见 杀人犯他们也敢送 但这女人畏罪潜逃 却是因为故人行凶 阻止堂妹高考 堂妹不是别人 是柯一熊曾经喜欢过的夏小兰 夏紫玉在阳城藏了十多天 曹六几次都以为 柯老大要把夏紫玉给交出去 结果夏紫玉愣是安安稳稳躲藏到现在 曹六都觉得明明没忘记夏小兰 眼下是个多好的机会呀 他这钱 咱们不赚了呗 曹六试探着询问 柯一熊冷冷看他一眼 他一个女人贸然找上门来 我能人才两得 你信不信 夏小兰再重要 能比得上跟我多年的一群兄弟吗 杜老板既然发话了要送他走 这个女人 我们必须安全送走 曹六无话可说 要不怎么是柯一熊当老大 他当手下呢 因为柯一熊脑子清醒 时刻把手下兄弟们的利益放在首位 所以柯一熊年纪不大 却能让一群三教九流的人信服 老大 真是辛苦您了 我辛苦什么呀 杜兆辉最好说话算话 帮他这次忙 他给我们一个机会 他要是敢耍人 别管他是不是香港杜家的人 到了内地 就是一条龙 也乖乖握着 最近杨城这边应该查得不紧了 夜长梦多 赶紧把这女人送走 杜兆辉既然让他来办 就证明杜兆辉自己不方便办这种事 当然 一个原因是杜兆辉是高关注的人物 肯定有人盯着 另一个原因就是杜兆辉本人 不愿意为了夏子宇承担风险 所以把事情甩给柯一熊 抓到了 也是柯一熊的事 牵连不到杜兆辉身上 柯一熊痴笑 杜兆辉算盘倒是打得惊 不过杜家在香港本来就涉黑 杜兆辉是什么样的人 柯一熊也有心理准备 帮忙窝藏夏子玉 柯一熊已经冒了很大风险 再要把夏子玉送走 这是两件事 一件是杜兆辉欠的人情 另一件就需要夏子玉自己支付 没想到夏子玉还颇有身家 可惜 她的钱到了香港没用 需要求柯一熊给换成港币 夏子玉拿出十二万 柯一熊就给她换了两万港币 把钱交给夏子玉 她也是敢怒不敢言 剩下的是我们要担的风险 夏小姐应该心里有数吧 柯一熊审视的视线 让夏子玉感觉不舒服 破财免灾 在她到达香港前 还要靠柯一熊的庇护 夏子玉只能忍气吞声 其实这倒是想错了柯一熊 柯一熊的眼光很挑剔的 夏子玉的姿色要靠精心打扮 潜逃途中 她哪会把自己搞得那么高调 打扮的话有七分姿色 现在呢 折损了一半 柯一熊看她 是想从她脸上 找出点和夏小兰相像的地方 说来也奇怪 夏家三姐妹三个长相 夏子玉和夏小兰一点都不像 柯一熊把钱扔给夏子玉 晚上就安排你走 良心提醒你一句 你这点钱可要藏好了 在船上被谁给摸去了 我们可不负责 夏子玉心中憋着恨 贪了她那么多钱 却不负责保护她剩下的资产 就算坐船偷渡去香港 花个两三千块 途中能很舒服了 柯一熊拿走的 又岂止是十个两三千块 她从夏大军和杜赵挥手里 辛苦拿到的钱 到便宜了阳城的混混头子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夏子玉心里发狠 嘴里却放柔了声音 谢谢 我会注意的 夏子玉说了几句 日后会报答的话 柯一熊却懒得听 这种女人 连爸妈都丢下一走了之 还能指望她能报答谁 难怪能和杜赵挥混到一起 真是人以群分 晚上九点 柯一熊的人就带夏子玉出发 她用围巾包着脑袋 坐在摩托车上 一路颠着 将她送到了海边 夏子玉瞧见那小渔船 脸色都变了 这么小的船 要是在海上遇到风浪 想逃都没法逃啊 而现在已经是五月初 台风会出现的月份 虽然概率小 不代表没有 快上船 别磨磨蹭蹭的 夏子玉被人推上船 她根本就没得选 联系柯一熊 是听从杜赵挥的话 现在她没有依靠 只能受这些委屈 渔船上又腥又臭 夏子玉上船没多久 就严重运船 她本来就是御南省人 大河村是有一条河 可河上和海上的颠簸 不可等同 夏子玉吐得天昏地暗 她嫌船臭 船上的人还嫌她吐得脏呢 把她拉到船边上 对着大海吐 夏子玉吐得手脚虚软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她感觉到有两只手 在身上乱摸 还以为船上的人见色起义 哪知那双手在她身上乱摸一番 把她分开藏起来的钱摸走了 大海颠簸 小渔船晃来晃去 夏子玉生不如死 夏子玉在海上颠簸受辱 夏小兰带着刘芬 入住了阳城的白云宾馆 她第一次带刘芬到阳城的时候 就说过要带刘芬来住这里 那时候母女俩只舍得住小招待所 现在不同了 夏小兰要住这宾馆 连刘芬也不说浪费 刘芬是对另一件事有疑惑 小兰 我们真要买车啊 你买了车 妈也开不来 挺花钱的 是挺花钱的 哪怕找关系 去海关买脚扣的走私车 适合刘芬开的 怎么也要几万块 有这钱 能在京城再买套院子了 算经济账不合算 还是那句话 夏小兰以前觉得浪费 是因为她和家人不需要车 现在有需要了 花在自家人身上的钱 多少都不算浪费 妈 以前您还不会骑自行车呢 现在不也会了 汽车也没多难 等回京城啊 我找个技术好的师傅教您 您能学会做生意 就能学会开车 相信我 赚钱啊 已经是这个世上很难的事了 刘芬被她夸得不好意思 转瞬一想 她也没太纠结 夏家人现在是被打得 溃不成军了 但刘芬想当成功女人的想法 没改变 她不是为了夏家人才想成功 而是她自己愿意那么活 买就买呗 买车花掉的几万 服装店也能转回来 白云宾馆的床 真是软 这地方是能接待外宾的规格 刘芬现在睡在床上 真觉得像做梦一样 夏小兰以前说 能住上这里 一年多也就办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随便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